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蓉蓉 你为什么要顾从北代表公司去竞标 现在她放弃竞标了 这所有的后果谁来承担 没有后果 也不需要承担 靳蓉 你在感情有事 金西辰 你在自以为是 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起 你一直在自以为是的高估自己的能力 新城区开发案 你一直想让我跟你一起合作 你现在知道我拒绝你的原因了吧 这块地 有沉降的风险 老金头在整个项目里 给了我们不少风险提示 包括这块地 过度抽取地下水 可你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完全忽视了这些端倪 简单点说 这块地表面是个香饱饱 实际上 谁中标 就砸在谁手里 现在你明白了 放弃竞标 才是最好的选择 挺好的 想不到 有忽视lo 还 Frankie 找我有事 听说晚上会下雨 晚上下雨我有车 车里有伞 就算没有 邱笔也会给我送过来 顾聪北 你要是到现在 还不肯跟我说实话 那请你暂时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小金总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公司突然有点急事 我得赶紧处理完 小北还在等着你 让他等着吧 马上了 盛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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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artist 以为 their face 冒冷的 冒冷对 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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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怎么下雨了 没必要打伞吧 我看还下着一点 先回家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听我解释完 在学历 要不要让我跟你回家 来 喝水 静静 你帮她换一杯热的吧 把我观察得挺仔细啊 为了接近我 没少做功课吧 只是我们结婚以后 我发现了你的生活作息 我知道你对低温特别敏感 所以家里没有冰箱 空调的温度 必须保持在二十六度 所有的饮料里 不能由冰块出现 如果当初我没有弃权 直接把材料送上去怎么办 我给你拍摄 就能够打开 什么 你帮我跟他交上去 你找他 从哪里 你找他 你找他 走 是啊 金晶 你年纪小还不懂 不管是大男人还是小男生 他们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永远做不到 以诚相待 在整件事情还没有落实之前 我不确定你会相信我 但我为了让顾家那两个兄弟 彻底相信我接近你的目的 他们才会孤注一致去竞标 现在他们负债累累 等过段时间 那块地的问题显现 他们就会主动来找我出软股权 我也就能完全收回我母亲的产业 替我妈妈 守护好她所有的心血 没有提前告知你这些 对不起 那你现在实话告诉我 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接近我的 是我出现在顾家那一天 还是酒吧外巷子的偶遇 其实从你一开始出现在酒吧 我就再找机会靠近你 古葱辈 你还真是处心积虑啊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就算没有这件事 我也会 什么一见钟情 你当我是十七岁高中生吗 会相信一见钟情这样的鬼话 鬼话 当初你让我跟你结婚 你说过对我是一见钟情 难道 你是为了骗我跟你结婚 随口胡说的一见钟情 什么叫我骗你跟我结婚 我是正儿八经跟你求的 婚你也自己亲口答应了的 那要说骗 你没骗过我吗 我对你隐瞒部分事实的原因 是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利益上的损失 静静 你过来 你看清楚男人这副 自以为是的样子 还有 要是以后 哪个男生跟你说 他对你一见钟情 你千万不要信 对 以后哪个女生 再对我说什么一见钟情 我也不会再信 你都跟我结婚了 你还要听哪个女生 跟你说一见钟情啊 等一下 你们不是该好好谈一谈 开发案的误会吗 怎么会扯到一见钟情呀 一见钟情重要吗 重要 重要 小金总 小金总 你消消气呀 小金总 小金总 你 你怎么回事啊你 我又是小金总 我也被你气死了 我没想跟他吵 他是心疼你 为了帮你引顾家那俩傻子入局 故意推动开发案 长点心吧你 不回事你 金小姐 离婚协议我不会签的 我跟你结婚不是为了离婚 不是为了离婚 是为了争争家产 什么狗生 金小姐 你开开门 这件事情我们得好好聊一下 我承认整件事情 金小姐 金小姐 我是你的室友吗 我没有名字的吗 我喊你金小姐 是因为你先顾同学顾同学地喊我 我表示尊重 只能喊你金小姐 你尊重我 你尊重我 你认识我 第一天就留在我家过夜 我留在你家过夜 是因为你当时说很冷 又吐又哭又闹的 那种情况下 我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吗 我照顾你一整晚的事 你都忘记了吗 还有这一处 那之前呢 你干吗跟我回家 你就是对我见色其意 我见色其意 我见色其意 你当时忘了你对我怎样的了 我怎么样 这样 然后 然后 我知道了 郭从北 那天就是你把我的长岛冰茶 换成酒的吧 换成酒 我还纳闷了 我点的明明是茶 怎么就变成酒了 你这个人真是为了利用我 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我确实有故意接近你的嫌疑 但是长岛冰茶真的是酒不是茶 不信 不信 自己看 看 看 所以呢 所以长岛冰茶它就不是茶是酒啊 所以你就为了一杯长岛冰茶这么凶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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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酒 就这样啊 你 比如说 你 没有 不会 胡 Ya 是 你 对不起啊 我刚刚 今晚我在你房间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